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ES就不会解散 祥平愧疚地哭了 我害怕说出来就再也不能做料理了 真的对不起 伟花听爸说道 我是厨师长 理应付全走 而且灵达说 他和洋犯人再也无法回到料理界 若哪家餐厅敢收留祥平 便和洋那家餐厅永远拿不到薪 祥平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 当界决定离开 伟花拦住着道 老精说自己要亲自做一次料理 倾助祥平离开法三界 一会儿功夫 老精的馅饼包本周露礼节便完成了 他秀称这是自己最拿手的料理 招呼大家一起品尝 老精问祥平味道如何 栗子和静周约里脊肉非常和谐 很美味 不料老精突然变了脸 胡说 这是我竭尽全力做出的料理 然而你的内心却根本没被触动 你做的员工餐都比这个要好吃一百倍 你的料理有触动人心的力量 你明明有别人没有的巨大天赋 为什么要离开法三界 这是对我这种放弃料理之恩的冒犯 随后老精站起 希望把祥平留在GM东京 向左担心雇佣祥平 琳达会阻挠GM东京拿兴 琳达的施压无所谓 重要的是做出最棒的料理 GM东京需要祥平 伟花让小萌在五秒内说出祥平可以加油的理由 古灵经过的小萌 却直接说出了解决方案 让祥平做个咬子厨师 即营业期间不露面 没有困使让他出来帮忙研发新料理 伦姐同意了 很快林达就在杂志上报道了祥平的罪行 并营言要将他赶出料理界 美优的父亲来到嘎库兴师问对 控诉祥平欺骗了自己 伤害了美优 江老板赞同他的做法 并主动递上了祥平老家的地址 语告我可算介绍到啥叫落井下石了 丹后觉得江老板这么做 会彻底毁掉祥平的人生 江老板却说 那都是祥平咎由自取 并催促的抓紧时间研发新菜 丹后尝了副主厨士果做的料理 感叹他应该拿出与副主厨职位相匹配的料理 证明自己的能力 恼羞成都的士果仿在丹后没了祥平 根本做不出好料理 丹后让士果管住自己的厨房 士果告诉江老板 丹后知道自己没有才能摘得三星 只会为米其林二星和世界第八的重压所压款 丰岸给GM东京送来了丰富的野味 祥平只用眼睛看 便分辨出了鹿野猪鸭和斑鸠 丹岸惊叹不已 伦姐让伟花和祥平负责主菜 祥平受众落井 比较过日本有名的牛肉和猪肉后 祥平觉得无论性价比还是味道 都是丹岸拿大的野味更具压倒性优势 伟花认为其中最好吃的是斑鸠肉 于是伦姐决定用斑鸠肉来做主菜 祥平无处可去 到老经家赞助 但三只单身旺挤在一起实在住不下 通过猜拳 伟花被赶活了伦姐家的车库 经过努力 向泽完成了新菜他的前菜 蒸出麦粉沙拉 老经和伦姐觉得很棒 伟花不语 头却诚实地养了起来 向泽如释重负 开心得不得了 伦姐将一份沙拉蹲给祥平 品尝过后 祥平由衷称赞向泽哥厉害 伦姐说 他还是头一次看到向泽如此开心 大概因为他得到了伟花哥的认可 曾经向泽哥因无法得到伟花哥要求的高度 一度很痛苦 而这道蒸出麦粉沙拉 得到了伟花哥的认可 向泽哥一定特别开心 伦姐为自己身边聚集了如此棒的伙伴 感到无比幸福 据米其林评选还有三周 伟花与祥平不分周一的研发主菜 丹后也研发出了一道新菜 江老板觉得很不错 一会是否是丹后自己制作的 是的 我很久没有像这样有手感了 感觉仿佛打破外口获得了新生 正说着曾在巴黎米其林二星店 做过副主厨的节约来的店中 丹后以为他是新来的副主厨 谁知节约是江老板请来 准备下月开始替代丹后的新主厨 丹后懵了 问其他人是否早就知道此事 且认同这个决定 当然大家都已达成共识 觉得靠你已无法再往上爬了 而节约先生就是被他沾得三星而来的 听吧 丹后交代事故 暂时先保存目前菜单 不要背叛扩人 而后准备离开 江老板认为 丹后失去祥平后 便失去了自信 没有自信的主厨 是拿不到米其林星的 丹后问他 刚刚的豆腐皮料理味道如何 理会的江老板只得鞠躬致歉 这天美游突然到访GM东京 韦花将她带到楚奸旁的座位坐下 美游为上带的冲动向韦花道歉 说此次前来不畏用餐 是来找祥平的 她自从那篇报道当中后 一直很担心祥平 韦花遮到祥平在听 故意大师说 美游别遮钱消瘦了 因为美游做些对身体有益的料理 嘱咐大家将料理做清淡一些 尽量减少美游的胃负担 料理都很合美游胃口 最后一道甜品 韦花将小萌亲自端给美游 小萌却不堪 美游说 自从制作祥平在研究 蒙布朗蛋糕的做法后 我品尝了各种各样的蒙布朗蛋糕 我不太会做菜 但觉得至少应该对味道足够了解 在正当的蒙布朗中 这个绝对是名列前茅 祥平常说 一还是这家很棒的餐厅 踏进店门之前和品尝料理之后 你会感觉自己的人生都被颠覆了 如果你见到祥平 请替我转达几句话 不必在乎我和我父亲 他就应该在GM东京工作 韦花看向祥平所在的位置 我想您的这份心意 应该已经传达到了 美游走后 向泽鼓励祥平去追 正说着琳达突然走了进来 韦花联盟把祥平拉进了储藏室 琳达直接闯入储藏室寻找祥平 韦花说祥平不在 还特意打开冷裤门让他找 却没有找到 琳达再次警告韦花 若雇佣祥平便不可能摘到星 韦花觉得 琳达死啊 抓住祥平不放肯定有原因 邀请他三年后再来这里用餐 琳达却说自己要回巴黎 韦花问道 三星的定义是什么 值得专程旅行去品尝的卓业料理 我一定会做出这样的料理的 琳达走后 韦花赶紧把祥平从朗库放了出来 祥平被冻得眼睫毛都挂了冰霜 祥平不敢再给大家添麻烦 再次提出离开GM东京 韦花区长身为厨师的他拿料理来补偿 祥平建议炭烤斑鸠肉 为发挥斑鸠野鲜的风味 可以搭配当即舌尾的甜味 伦姐要为祥平做配菜 向则答应来做酱汁 伦姐不明白 祥平为何要让琳达来试菜 琳达会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评判我们 如果主菜不能现在让琳达满意 就不可能拿到三星 就这样大家齐心合力 完成了炭烤斑鸠肉的试作 伦姐说不错 但冲击力不够 祥平提议在斑鸠肉还热的时候端给客人 可法餐基本上都要做成常温的 如何让这么小一块斑鸠肉保持热度才是关键 祥平再次提出改进方案 肉皮一面要明火烤着焦脆 肉的内面涂上薄薄一层面饼皮再烤 这样既能保留肉皮的香味 又能让面饼皮发挥保温效果 说完便开始尝试 向则适话的说 现在比当年在ES研发心裁更加辛苦 而ES的氛围会更加冰冷一些 之后由于你的失误就彻底崩塌了 不过若你没犯那个错误 GM东京也就不会诞生了 所以哪怕是为了当时四三的伙伴们 我们也一定要让这家餐厅成功 老经问伟花要如何留着祥平 伟花似乎想到什么 叫上伦姐和向德一起过来商量 次这下午四时 祥平正要与大家最后告别 琳达突然造访 祥平向他立即躲进了储物街 大家完成斑鸡肉后 让祥平端给琳达 祥平这才明白 大家所说的琳达到金的时间 其实是骗他的 伟花鼓励祥平 趁热把斑鸡肉端给琳达 拿下世界第一的美食家 祥平起虎南下 硬着头皮精 斑鸡肉半苏派端了上去 琳达很生气 但为了不让料理冷掉 他还是拿起了豆叉 尝了一口口问道 是在单面涂了面饼皮保留了热量吧 斑鸡肉虽然刚烤好时香味十足 但由于肉太小 立刻会变得干巴巴 涂上面饼皮后 不仅能保存肉量 还能保留水分 让客人品尝到肉最鲜嫩买味的一颗 伟花走过来 问琳达这道料理 是否有米其林三星的价值 没有 米其林星本来就是奔给餐厅的 无法光评一道菜就能下定论 更何况有详评在 我绝不会让这家餐厅摘得三星 琳达说完拂袖而去 伦姐拦住伟花 自己追了出去 诚恳地说 今天这事是大家一起商量后的决定 琳达不明白 他们为何非要留下香瓶 我们只希望客人 能品尝到最美味的料理 为了这个目标 我们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是否请您再来品尝一次 下次我们会为您准备好 完整的新菜单 现成价值三星的料理和服务 琳达问伦姐哪来的自信 因为我有值得依赖的伙伴们 并且我信任伟花 我打从心底迷上了这位叫伟花的厨师 祥平还是决定离开 她认为无论如何 琳达都不会认可自己的厨艺 伟花却说 错 是你做的斑鸠肉 没能满足琳达的要求 仅此而已 祥平皆哭了 可我已经无计可施了 伦姐说道 就是因为这样 才需要店里的所有人 伟花趁着打铁 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哪怕是现在的琳达 也一定能征服 米其林三星也一定会到手 你要是一直揪几个美丸 还是趁早走人 面对大家期待的眼神 祥平终于大声哭着说 我想在这样的东京 和伟花哥还有大家一起做菜 听吧 所有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伦姐命令祥平抓紧时间 创作下一道新菜 老经又全头垂向伟花的胸口 欣慰的说 最完美的团队成行了 准天伟花尝了一口金枪鱼后 再次打起了金枪鱼的主意 伦姐问他 为何如此执着于金枪鱼 至今为止 我把全世界的食材都融入法餐 做成了美味的料理 唯有金枪鱼是个例外 又能做出超越寿司的法餐 难道不激动忍心吗 这也是老经纪的消息 米其林的调查员已经开始走访 听吧 伟花决定就用禁忌食材金枪鱼 拿下米其林三星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就打 别忘了点赞三连 支持一下宇哥 并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内容哟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